通常別人他都不會進去檢查 他檢查我的廁所是這樣子 就這邊是那個馬桶 他是這樣聞 接吻 他在我面前這樣 抱著馬桶接吻 沒有 他在我面前這樣 這樣聞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有尿質的味道 你重新全肩打掃一次 然後我就說 一般來講 不是好 就算真的有尿質 我們就把尿質的地方弄好就好了 不是 他說你這邊有尿質 就代表你全肩都沒有打掃好 所以你全部再打掃一次 一滴尿 壞了一鍋粥 對 就是他叫我打掃一次 沒有粥 結果我就聽他的話 我就進去打掃 結果後來我那時候進去打掃 我以後他在外面很變態的 是他拿馬表在外面 就是如果我太快出來 他就說你根本沒有打掃 這男生 女生 女生 一般的女生 男生一定OK 男生就會幫他打掃了 沒有 然後如果我太晚出來 結果我打掃得很仔細 出來全身都是汗 他說你在裡面幹嘛 偷懶 你進去多久了 如果是男主管就會說 你的汗好香 這個叫性騷擾 我們衛生紙 他不是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有多高嗎 然後他就規定你說 太高也不行 然後過低也不行 他已經誇張到他拿尺 去量那個衛生紙的高度 然後他說不夠 就叫我這樣一張... 一張再補進去 然後我就真的 已經快要被精神霸凌到 精神崩潰了你知道嗎 什麼磨練 後來就是像我們 我是那時候是早班 然後也有晚班 所以我們早晚班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如果在結帳的時候 客人有的時候會跟老闆說 這個服務人員工作態度很好 什麼的 然後他聽到就會在旁邊 就跟老闆講說 小潔不能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怎麼了 為什麼我不能這樣 他說因為如果他服務太好的話 晚班的來可能沒有服務不好 但客人就會覺得說 被他寵壞了 他覺得客人會因為我的好服務 而被寵壞 所以我不能對客人太好 就是他什麼都有得挑 大概因為你長得太漂亮吧 你一定有什麼威脅到他 這太漂亮就是你的原罪 原罪 對... 你從來也沒說過我 沒有 我是客觀的評論他 因為很多女生都對他有敵意 對 這倒針 我很早以前就跟他講過說 因為女生覺得你可能長得太漂亮 對他們會有威脅 所以你有時候適時的 把自己弄醜一點 比方說拿泥巴塗自己的臉 這樣妳會發現 妳女性的朋友會越來越好 好 我現在試試看 到了 讓妳一朋友 玉姐愛 以前我們有一個同事 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憐 因為我們在同一組 這個女生他其實平常 因為我們那是行銷部門 所以大家其實都看起來很俐落 但那個女同事你就知道 他其實就一直穿著 穗花小洋裝 像美國那種有沒有 電視劇住在郊區的那一種 就是完美郊妻 對 但是他出現在行銷部 我們確實也覺得 感覺風格跟我們不太一樣 可是這也不是他的錯 他的Fashion Style就這樣 後來就是我們有發現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他的反應通常會慢半拍 會大概5秒 然後我們那個主管 又非常的急性質 所以主管每次都問他 就說這樣妳聽懂了沒有 然後就會沉浸5分鐘 5秒 5秒 他說應該懂了 然後就那個主管沒 好像試著去拍那個 動物方程式 那個主管每次都很兩拱 他就說妳到底是懂了沒有 妳確定妳有懂嗎 因為他5秒說應該懂了 聽起來很像很沒有信心 他久而久之之後 這個主管對他就 你知道就完全失去信任 所以其實他沒那麼差 如果說10樣事情 我覺得他大概有5 6樣可以做好 大概會有3 4樣搞砸 所以他不是全部都搞砸 可是老闆就已經完全不信任他 每次我們一進去開會的時候 老闆就說妳確定嗎 妳真的嗎 妳到底有沒有帶腦袋來上班 後來更誇張的事情是 主管後來就不跟他開會了 主管後來就跟我開會 跟我開完會之後就說 就會走出去跟他講說 某某某 妳的報告 其實我跟他是同級 然後主管就跟他說 妳那個報告先給Nita看過 看完了之後妳再進來跟我討論 有問題就不用進來了 那我會很尷尬 因為我跟他是平情 然後我想說我憑什麼 看妳的東西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很尷尬 然後妳就會知道說 其實是老闆 妳沒有試著去建議他說 像妳穿那種碎花小洋裝 那不行的嗎 女生不能建議女生穿 對 沒有 妳就叫他去買皮衣皮褲這樣子 妳覺得老闆不喜歡 他的主因是什麼呢 就覺得他反應慢 然後這個女生其實是 長春藤名校畢業的 我覺得那個主管 他其實是有一點故意 學歷上的 他不喜歡 對 他學歷太好 那主管就說 主管有一次還曾經在跟我們 開會的時候那個女生不在 我們說現在長春藤名校 怎麼這麼容易進去 就是 對啊 有的時候會不會太強勢的女生 不太喜歡太Night的女生 因為他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 知道了 他反應慢也是問題 以前我跟朋友反應慢到什麼程度 那個老闆氣到拿那個炒菜鍋 一般人就 對不對 他打下去他在嘻哈 他過了5秒鐘 好痛喔 對 他就是有這種人 第三個是什麼呢 他上網打混摸魚 你忙翻天 這超可惡的 你們知道便利商店有多忙嗎 超級忙 超級忙 一下子要熱熱狗 一下要熱便當 一下要泡咖啡 然後那時候我在外場的時候 就有前輩他就說 我進去補一下貨喔 然後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但他其實再也沒有出來 也無所謂 但是你知道前面排隊 已經7個到8個 你已經很緊張了 因為有時候又要影印 又要去哪裡 然後又要啪... 真的很可怕 然後有時候要找菸有沒有 因為一開始又找不到 到底是哪一個菸 然後我就趕快 因為也沒有時間進去那場說 前輩... 趕快出來幫忙 我就會打過去 打電話給裡面說 對不起 那個忙不過來了 可不可以趕快出來幫忙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 好 掛掉電話之後 大概過了10分鐘 人還沒出現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只能硬著頭皮 你知道不可能再打第二頭了 我就知道他不會出來 我就這樣咪咪咪 弄... 終於把這些客人消化完之後 他默默的走出來了 我說我剛剛不是有打電話 他給你說那個 你...我忙不過來了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在補貨 我一開始聽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補貨沒有那麼急 不用馬上那個 結果後來我觀察幾次才發現 就是有幾次是 趁還有一兩個人的時候 我就偷偷跑進去 就用白馬的速度衝去炸出來 他在裡面 白米還是白馬 白米 白米 白馬 白馬 白馬速度多少人家也不知道 對 白米的速度衝去 然後你知道我發現他在幹嘛嗎 講手機 玩手遊 抽菸 他就是不出來 然後後來因為有客人會投訴說 為什麼他來這邊都要等那麼久 排隊都要排那麼久 難的嗎 難的 你那麼漂亮他不想來幫你嗎 因為你知道前輩他會覺得 終於有一個菜鳥來了 都可以讓菜鳥做 他為什麼自己要需要 他終於能舒服了 然後結果店長就問他說 舒服 店長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排隊會排那麼長 然後他身為一個前輩 他說 因為我在訓練後輩 他動作太慢了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前輩跟後輩 那個關係我覺得很可怕 這有時候我們難免會犯這種錯誤 我記得我永遠記得那個年代 因為我不像有的人 民國87年的時候 在1986年的時候 很多人會講 但是我為什麼反而會特別記得 那個年代 我記得在1995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特別會記得 為什麼 那個時候 那一年是金豬 豬年 那時候全台灣風行 在玩那個 玩那個棒球的電玩 SEGA 你也喜歡棒球 對 SEGA的棒球電玩 非常的熱門 而且那個畫面的真實感 非常的好 當然跟現在比起來 又當然一代都比一代更好了 那時候我們在公司 已經久了都變老鳥了 自從有一個同事 有一天帶了SEGA的主機 那個電玩來公司以後 然後在那邊玩 我們在旁邊看到 我的天啊 我的老天鵝啊 怎麼會有這麼有趣的遊戲 所以我們就瘋了 那遊戲可以一個人玩 也可以兩個人玩 那八個人怎麼玩 也可以我們兩兩一組 我們冠軍 然後換你們兩個玩 你們彈成冠軍 然後我們兩個帶來比 就是也可以模擬 像世界大賽那樣的 一個分組的方式 每逢那個工作的空檔 大家就在那邊玩... 好啦 倒楣的是誰 倒楣的是另外一個 剛進來沒多久的同仁 因為我們在那邊玩的時候 事情都對給他做 他一個人一下要發通告 一下子要聯絡 來現場參觀露營的觀眾怎麼樣 那你就是霸凌別人的前輩 沒有 因為當時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在玩 那你不參與這個棒球熱 你就沒有棒球混 菜鳥也是會反擊的 有一次就其實還滿忙的 那我們就在那邊打的 那個如火如荼這樣子 打著打著 電視畫面不見了 然後我們一死沒有 議會過來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同事說 欸 球場停電了 我想說我球場停電了 誰在停電了 又不是真的球場 你看 我們打到走火入魔到這種程度 結果原來是那個菜鳥同仁呢 他去把那個插頭拔掉 他可以棄你們了 拔掉插頭 幹得好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同事就 因為他當時他也在打電腦 那時候電腦沒有說 什麼邊打邊Safe 那時候電腦很奇怪 就你打一大堆 你要記得按一個Safe 不是以前 不是常常發生災難嗎 一拔就沒有了 結果我們另外那個同事 因為無法接受球場停電 這樣的一個態度 他怎麼反擊他 走到他的電腦 也把他的插頭拔掉 我們在打電玩 然後他花了一整個下午 在打的內容 我們球場停電了 他的內容也 沒了 可是你們上班是在摸魚 他是在工作 對 所以那是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所以你承認你霸凌別人 沒有... 我是跟他們一起在那邊玩而已 但是他要把那個電腦插頭的時候 我是認為 你沒有仗義職業 你通路會無法 來不及 因為他動作很快 因為他手伸過去 我要抓住他手 我說我抓住了喔 但是他已經這樣子 變成我在幫他拿 怎麼可能 我本來是要自己拿 可是因為他力氣轉太大了 所以我當時也蒙上不白之緣 不過也因為這個事情 給我一個深深的啟發 另外後來我看那個菜鳥同仁 哭得讓淚人兒 雖然他是一個男生 哭成那樣我也覺得說 對職場上有一些事情 真的要特別謹慎 要特別注意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也幻然悔悟 我也就不再做那樣的人 所以以後 凡是有心通人 如果我發現有霸凌 有事件 一直到後來 我自己也當製作人 我也當老闆 在我當製作人 我當老闆的任內的時候 就沒有一件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有親身的經驗 所以我會特別留意這種事情 所以這也很正面 我對你肅然起敬 雲哥 謝謝 你也有陽光 謝謝 請上席 不用一分 其實就工作分配上面 菜鳥幾乎一定是會被老鳥欺負跟霸凌 只是說如果說老鳥做得太過分的時候 通常我還是會建議菜鳥 你要懂得適時反擊 不然你就會一直被不停的霸凌下去 我記得有一年就是我跳槽到某一家公司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還算之前 我還算菜鳥 那其實就很多老鳥 會把牠們分類工作臨時丟給我 其實剛開始我會覺得需要忍耐 可是每天都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的工作就變得非常非常多 我就一直不停在思考 我到底要怎麼樣適時反擊 好啊 有一次就是 菜小潔被欺負成累人兒 全場氣到響肉騷 我嚇到我不知道怎麼反應 然後我也不是事後哭 我是當下就啪 眼淚就掉下來了 可是我也不會針對牠 牠就說你哭什麼... 你想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在欺負你啊 不想哭 什麼啦 我就覺得... 好可怕 好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感覺有點囂張 對 但是感覺 牠到底是主持人還是婆婆 你把牠在模仿 模仿那個惡婆婆 對不對